季后赛球队唯一的球星无法出战 靠一群小人物有可能赢球吗 今天的独心侠给出了答案 完全有可能 季后赛第二场正式打响 最艰难的球队无疑是独心侠 东西齐继续修战 第二个主场眼看就要交代 回到疯狂的岩湖城 被以下克上的结局似乎就在眼前 但越困难的前提 往往越能凸显主角的伟大 从开局的第一分钟 独心侠就三军用命 每个人都有球权 每个人都拼防守 并且把这个态度延续了一整场 布伦森一个身高1米85 领着180万年薪的四年级球员 隐生生地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 他用超过70%的命中率 哄下41分 6G3分 各个竹心 各个关键 电位低手感不佳 但送出了六次助攻 化身空位 盘活了全队 替补席上的克勒贝尔 完美承担了第六人的重任 年薪906万 却成为了季后赛历史上 第一个投进8G3分的中锋 无一例外 在今天之前 他们都是不被看好的小人物 布伦森在NCA时期 是传奇般的人物 夺冠拿奖最佳阵容 他把大学能得到的荣誉 全部拿到了手 但过矮的身高和过大的年龄 让所有的球探都避之不及 直到第二轮第三顺位 才被选走 丁维迪是在赛季中期 刚来的独行侠 球队付出的筹码 是博尔金基斯 无一例外 媒体都说达拉斯是疯了 用一个全明星 换了一个29岁 1800万 还受过大伤的角色球员 简直是今年最垃圾的交易 科勒贝尔更是这样 作为完美契合小球时代的内线球员 他为达拉斯效力了5年 却依旧充当着投手的角色 当然NBA里没有小人物 不论30球队的第二持球手 丁维迪是曾经布鲁克林的绝对核心 哪怕是科勒贝尔 也是NBA最棒的3D之一 但相比于东西奇米切尔 他们就是小人物 那种必须打出好的表现 才有可能留在联盟的小人物 都说季后赛是巨星的舞台 但今天的独行侠就是要告诉球迷 小人物也能在季后赛翻云覆雨